愛是無嫁糕 跟河畔俗緣 當紅樂團滅火器新歌LIVE 讓主持人鄭鴻怡聽得拍手叫好 鄭鴻怡二度回歸螢光幕 透過深度訪談百宮百頁 發覺來賓的生命故事 還有一路走來的辛苦耕耘 跟首級來賓當紅樂團滅火器 唱聊得很開心 有唱 sorcer 五百七 五百七 男生的 男生的九個八 拿著五百七 五百七拿著 五百七拿著 我不比蠅還會喝一臉 他的女生都沒有 好嗎 同學們輕描淡血剛起步時的心酸 但一談到與家人發生的衝突時 眼淚不禁在眼眶打轉 那種沒辦法溝通的情況 對一個十幾歲的人來說 是很大的無形壓力 對 節目上主持人鄭鴻宜打開來賓的心房 讓滅火器團員們向觀眾分享 出道往事樂團辛酸 還有離鄉背景的生活場面溫馨 團員們也一度哽咽 鄭鴻宜表示未來 不管是有標竿影響力的時代人物 或是對大時代有深刻影響的小人物 將以高興式對話 暢談不同的人生故事 三新聞將軍委綜合報導